1993年音乐奇才陈百强赫然离世 葬礼上何超穷不顾世俗为他服灵 他们之间的感情究竟有多深呢 何超穷是赌王最为重视的女儿 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 天生聪明的他 无论学什么都很快 深受父亲的喜爱 他喜欢自由的生活 无奈的是 哥哥一年早逝 赌王只能把所有希望寄托在他身上 他这一辈子注定没有选择的余地 何超穷和陈百强之间情比金尖 可惜的是 他们身份选数太大 终究不能走到一起 陈百强家庭条件优越 从小喜欢音乐 刻苦勤奋的他 考上了一所有名的音乐学院 后来因为一次比赛 一举成名 进军娱乐圈 达到人生巅峰 有一次何超穷参演陈百强的MV拍摄 两人慢慢有了交集 因为这句相投 彼此产生了好感 陈百强自知 高攀补上何超穷 只能默默把这份感情藏在心里 两个人像朋友一样往来 有一次媒体拍到两人牵手 开始搭做文章 这个消息很快传到赌王耳中 恰巧传王上门提金了 徐静恒才华很一一表人才 与何超穷郎才女貌 赌王认为两家恋衣 可以促进事业发展 于是愉快地答应下来 何超穷和徐静恒 不敢违抗家族使命 只能妥协 很快他们举办了盛大婚礼 但两人之间并没有任何感情 他们只是为了家族利益 何超穷结婚后 陈百强逐渐隐退 很遗憾意外发生了 陈百强在家中昏迷不醒 送医治疗也无效 离开了人世 得知消息的何超穷 悲痛欲绝 已婚的他 不顾所有人的反对和看法 坚持为陈百强服领 这也是何超穷 对他表达爱的最后一种方式 2020年6月26日 李嘉欣在《赌王葬礼》前夕 发文挑衅何超穷 在这个与陈百强毫无关系的日子 突然怀念陈百强 很难不让人相信 便有用心 何超穷是赌王最器重的女儿 当年她爱上陈百强 由于身份选述太大 两人被迫分开 恰逢这时 传王来提亲 何超穷与许静恒 为了家族利益 就这样联姻了 婚后何超穷奋发图强 事业一帆风顺 而许静恒却整于颓废 后来李嘉欣搭讪上许静恒 两人多次在公共场合 兢兢无误 很快就被媒体报道出来了 赌王也知道这件事 他无法忍受自己最心爱的女儿受屈辱 立马让何超穷与许静恒离婚 他们离婚后 李嘉欣立马上位 如约以偿嫁给许静恒 在一次财放中 赌王说李嘉欣没自己女儿漂亮 是个讨人厌的女人 迫于赌王的地位 李嘉欣不敢对自己的嘲讽回应 直到赌王却逝 葬礼还没办完 李嘉欣就迫不及待开始挑衅何超穷 甚至发布了他与陈百强的合照 明知何超穷深爱着陈百强 迫于家族记忆的使命 他没能与心爱之人在一起 如今陈百强已不在人世 这一是何超穷一辈子的遗憾 李嘉欣这个行为 简直是往他心口上撒烟 然而何超穷面对李嘉欣一次次挑衅 始终没有任何回应 即使李嘉欣如愿嫁入豪门 但他在豪门家庭中举步维艰 处处看人脸色过日子 1991年 何超穷和许静恒的婚旅轰动整个香港 两位当事人却舞动于衷 在这之前 许静恒有一个绯闻女友 很可惜 这个女友和陈百强一样 没有巨大的家庭背景 门不当户不对 他们很快就被拆散 陈百强也是如此 在当时陈百强家庭也算是富人了 但是与何超穷相比起来 那是远远不够的 豪门最看重的就是门当户对 于是他与何超穷之间的感情只能割舍掉 许静恒也一样是香港有名的富豪 赌王在当时的背景更加强大 两家算得上门当户对 连姻的话对事业有帮助 都有利益可得 许静恒与何超穷就这样被安排的明明白白 何超穷结婚后 陈百强整天郁郁寡欢 一天陈百强在家中晕倒 送衣抢进无销永远离开了 陈百强走了以后 何超穷非常后悔没有反抗 恨自己没有勇气去守护爱情 因此更加没心思 经营他和许静恒这段没有感情的婚姻 于是他选择和许静恒分居 他们结婚足足九年 但是真正相处的时间只有两年 其余七年都是各忙各的 许静恒还是一个花花公子 因为得不到何超穷的心 整天在外花天酒地和许多女人暧昧不明 直到真相的何超穷不为所动 一心扑在工作上 2000年的时候 何超穷如愿以偿和许静恒离婚 解开了束缚 何超穷这一辈子最遗憾的就是 不能和自己所爱之人在一起